所以你會發現《冰雪奇緣 2》是走這個路線的 尤其是主角的故事線裡面 從頭到尾都沒有強調女王或者是女性 而是手足、家庭、愛情 這些比較兩性的或比較中性的議題 當然兩性之間不對等的那種寫實刻畫的故事 在這件事在電影裡面還是避不掉 假扒威,我是劊 等了六年的《冰雪奇緣 2》看了嗎? 這次我有機會去日本順便聽一下 松龍子她唱《艾莎》 在日語漢字裡面叫《崔提》 就是松龍子配音的日文版的《冰雪奇緣 2》 她唱《Into the unknown》的前段 我覺得很好聽、很有感情 有一種日本的演歌的那種韻味 是原版的英文版沒有的 所以讚讚 Eyes & A 你自己拿你的票好嗎? 好嗎? 我早就知道為什麼… 我早就知道 為什麼 那個B雪雞 把Elosa要先進去那個洞 因為他有魔法 魔法體要不這樣沒關係 惡症 因為世界上本人很妙 就有魔法的人 就不行 但日本的電影票價不便宜 幼稚園的小孩大概要280 成人電影票價就要540 做其他娛樂的選擇 其實搞不好還比較便宜 所以如果你真的是愛電影 愛到比較殘虛 你就只能讓他貴了 《冰雪奇緣2》的上一部票房太好了 以至於下一部算是背負著巨大的壓力的動畫 經過這六年的時間 也看得出迪士尼的努力 他讓《冰雪奇緣》 進化到《冰雪奇緣2》的所有的一切 看在女性觀眾如果的眼裡 都覺得很可以 通俗的講法就是所謂的政治正確 但其實《冰雪奇緣2》也不只是那麼淺而已 在第二集裡面進化算最大的地方 真的就是所有女性電影都要好好學的地方 雖然說不容易 那一點就是去性別意識 女性電影在市面上常常沒辦法被很通俗的接受的問題 來自於當你意識到說 這部是女性電影的故事的時候 在某個程度上你就是輸了 可是如果這部電影 故事一開始就擺在 這是一個人類的故事這樣的另外一個高度 然後剛好主角是女性的話 那整部電影其實格局就會變更大 所以你會發現《冰雪奇緣2》是走這個路線的 尤其是主角的故事線裡面 從頭到尾都沒有強調女王或者是女性 而是手足、家庭、愛情這些比較兩性的或比較中性的議題 當然兩性之間不對等的那種寫實刻畫的故事 這件事情在電影裡面還是避不掉 例如說艾倫黛爾的《王國》 整個就是根本上是一個被負權力十足的阿公阿嬤那一代的人 就是有點像是世代博學的那種東西搞砸的 那艾莎安娜的阿公強硬的埋下了一些禍根 所以這一集變成他們兩個要去解決這件事情 另外就是片頭 艾莎跟安娜的爸爸的鏡頭就很多 可是其實那時候他們一家四口 你會發現要不是艾莎跟安娜的媽媽有唱歌的話 基本上他媽媽就是整個是失語的狀態 但是反正電影也上映那麼久了 看過電影的觀眾 你就會知道說 艾莎跟艾莎的媽媽她才是神啊 才是艾莎之所以擁有魔法的基因來源之處 可是電影其實給她的篇幅並不多 甚至有點把她彩蛋化了 那這樣的故事安排 其實我們也可以把它視之為歷史發展脈絡裡面 在講世代之間女性重要程度的一個進程 畢竟艾莎跟安娜的阿嬤 大家都是看見她完全不在 然後艾莎跟安娜的媽媽有出來 還有唱歌 根本有點像是魔界裡面為了人類亞拉綱 然後放棄精靈身份的那個亞文那種感覺 可是到了安娜跟艾莎就不一樣囉 他們都變成獨立的個體 然後形象很鮮明 冰雪奇緣2的時候 我們就知道說 艾莎其實就是個神 第五元素的概念 所以她本來就會很合理的超越性別 然後她的夥伴就是冰雪寶馬 那個概念 至於人類的安娜 就接任了姐姐變成了女王 那她很重要的原因是 艾莎已經進化了 變成有點像是得道身仙了 那不太像是一個我們人類可以效仿學習的對象 但是安娜還可以 那安娜她的感情線上的鋪陳也非常可愛 她跟阿克之間的關係基本上是被逆轉的 然後再加上她跟雪寶的一個多元成家的概念 首先不是王子要娶姑娘 而是平民的阿克要嫁給安娜公主的那個概念 而且還是要求婚 其實求婚就是一種文化 就是已經跟性別這個東西已經更昇華更超越了 那這點在正元版的阿拉丁裡面也有異曲同工 就是女性跟男性階級跟關係的反轉 但一個階級關係像她懸殊 可是故事一樣可以成立的愛情故事 然後被講得很動人 觀眾看得很能接受的時候 其實那就是一個成功 另外一方面 安娜雖然身為女王 那她需要阿克的什麼樣的幫忙呢? 就是當她用肉身當作魚兒要吸引岩石巨怪去攻擊自己 差一點要被幹掉 然後差一點辦不到的時候 阿克就有點像是開著便車載她去到達目的地的那一段 那段其實非常魔幻寫實 因為一來女性很多時候覺得男生貼心的功能性就是這個 蛤?什麼不行嗎? 拜託千百年來也常常把女性很功能性的對待了很久 其實大家都一樣 彼此各展殘材各許所需應該是OK的啦 《岩石巨怪》那段的橋段也是很重要的一場戲 不是因為安娜她打破水壩 而是打破水壩之前的前那段被追的過程很重要 如果你有印象的話 你會記得一開始 其實姊妹第一次遇到《岩石巨怪》的時候 艾莎她就很習慣說要站出去 要跟《岩石巨怪》正面槓上 結果安娜就阻止她 她的力度基礎是很女性思維的 就是其實力拼不一定會贏 但我們的重點就是要達到目的 那時候其實艾莎是被安娜說服的喔 然後有趣的是 但是後來卻是安娜她 跟這個象徵的絕對的力量 跟破壞性的岩石巨怪槓上了 為什麼明知不可為 安娜卻還是要這麼做呢? 其實答案就是呼之欲出 因為女性在對抗父權的過程裡面 你其實就是為了要破壞掉一座 象徵著雄偉壯力的水壩的那個父權 其實你某個程度上 憑自己的力量是辦不到的 或者是說你知道 明明以和平為訴求的革命 有時候就是不會成功 你還是只能硬著頭皮硬幹 所以當一個人她在奔跑之中 然後中間一度受到阿克幫忙 然後受到艾倫戴爾士兵的幫忙 最後差一點命學一線要GG的時候 其實你看到的 從頭到尾就是安娜在那邊奔跑 但那一段其實是 有女性意識的觀眾來看應該都很好哭 畫面上雖然沒有 但是我自己個人看到的是 千百年來千千萬萬女性同胞的 屍體堆疊在那邊 從頭到尾就是有安娜一個人活下來的那種感覺 所以你會很高興安娜她成功了 最後還是要強調說 冰雪奇緣2 之所以成為一部成功的女性電影 是因為她不那麼販售女性的悲情這件事 女性悲情的故事 敘述其實是一部非常大的顯奇 在電影的範疇裡面 因為我們都知道那邊有一座屍體的山 被艾倫戴爾漂亮的水壩給淹沒蓋著 看不到但是你知道她存在的東西 電影其實不會把它拍出來或畫出來 但是你是看得到你也看到的對吧 有吧 還是只有我看到 總之女性故事在世界影壇的高標要求之下 其實就變成說 當你要粗糙地販售女性寫實的悲情 或既有的劣勢狀態的時候 都不太會受歡迎你知道嗎 很殘忍 但是冰雪奇緣2 就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範本 她教大家要好好的擦乾眼淚 然後用具體的很正面的正向力 最好是看不出大家在講女性故事的方式 去講一個女性的故事 我知道這很為難人 但是沒關係 因為女生本來就是比較複雜的生物 我們要為此感到驕傲 然後去努力 好,我是雀雀 我們下次見 謝謝雀看電影頻道 現在已經越來越不見智加電影 謝謝大家的支持 謝謝謝謝謝謝 我們要繼續幫我按讚分享加訂閱喔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